各地赛场陆续上演选手穿金带银的消息以外 本届奥运会体操跳马西域赛第一天就传来噩耗 26岁的法国体操选手萨米尔·艾特赛德 完成跳马动作落地时发生意外 当场摔断左小腿伤势十分严重 根据目击者形容 艾特赛德不小心摔倒时 场内可清晰听到骨头折断的声音 而照片也清楚地显示 这名选手的左小腿90度向外折翻 严重变形 艾特赛德用双手捂住脸疼痛难耐 这场意外也导致比赛被迫中断 医护人员用担架将伤者抬出场外送院治疗 经过诊断 主办单位确认 艾特赛德确定无法继续参加接下来的比赛 只能和奥运金牌擦身而过